桃園黃色小鴨昨天因為停電的影響 造成沖氣不慎而爆裂 桃園縣政府緊急向高雄市 借來了高雄的黃色小鴨 今天早上六點進行沖氣 但是因為怕風太大 小鴨並沒有下水 改成在廣場來展示 水鴨變成旱鴨 還是吸引大批遊客 真香來觀看還拍照 一早六點 桃園縣府人員 趕緊把高雄市借來的黃色小鴨沖好氣 沒多久 小鴨立刻恢復圓圓的眼睛 可愛的模樣 吸引大批遊客的目光 蠻可愛的 那你有拍照嗎 有 現在正在拍 抱電話我覺得很可惜 很可惜 對 但是沒關係 還有新的 有沒有看到 有 那你覺得可愛嗎 可愛 看到這麼可愛的模樣 遊客真香拿相機拍照 還人滿小鴨的氣球跟相關商品 甚至還有人穿上 黃色小鴨的衣服跟T恤 在陸地上也是不錯 反正就是大家一起來 熱鬧玩一玩這樣 不過這個黃色小鴨 不是在水上 而是在地上 因為桃園縣政府評估 高雄小鴨的皮比桃園還要薄 如果再放入皮糖後 恐怕又不敵強風 因此目前先放在廣場上 在廣場這邊就是在做測試 在做要進入皮糖的測試 而上午小鴨現場還出現一段求婚季 一個男生拿著鮮花向女友求婚 就是要在黃色小鴨的健身下 就是要在黃色小鴨的健身下 攜手走一輩子 記者沈曉青 張國良SNG小組桃園報道